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奧運將於 8 月 5 號開幕 成為奧運國手 代表國家出國比賽 這是運動員生涯中最高的能力 目前 我們已經取得了 18 項運動種類 不是有席式的參賽制度 這不只是參賽的種類打破紀錄 或是取得參賽制度的選手人數 創新高能力 更顯示出來 我們運動動機跟經濟的能量 都持續地在進步與加強 這些數字顯示著 臺灣在經濟運動場上的實力 以及越來越多年輕人願意投入 這是很好的現象 但也表示政府有更大的責任 要打造好的體育環境 給體育建更大的支持 我要告訴大家 政府真的很重視 所以習政院剛剛成立了 體育運動發展聯會 要把體育發展政策的決策 提高到院的成績 並且統統政府和民間的力量 做到統統資源最大化 政治規劃長遠化 以及體育環境健康化的目標 當然 政府會從自己做起 所以明年體育經費 就要比今年增加10%以上 我們在照顧選手跟教練的工作上 也會更有趣 像是過去選手跟教練在場地征戰的時候 容易因為旅途移動時的 中車勞頓減少戰力 所以 從這次奧運開始 未來參加國際重要賽事的選手跟教練 都以做上路場的委員們 讓選手在上路場地征戰的時候 也能夠熱到成績的休息 第二項工作 就是要援引選手的造就方案 讓大家在退職之後 能夠開啟新的職業生涯 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顧 目前基礎署正依照國運局預防規定 強化退役後的職業生涯照顧 未來也將增加300個 專任運動教員員聯合 讓優秀的選手退役以後 能夠把一生的功夫團成下去 同時也得到更好的發展 也帶動社會運動的風氣 讓選手 無論在運動生涯中 或是在退役之後 都能夠沒有後部之憂 政府的工作 是讓大家更團職 各位在場上的任務 則是以奧尼批克格言 更快 更高 更強為定標 影響挑戰 超越自己 我相信全國人民 都會以大家為榮 為你們大聲喝采 我要預祝各位創造佳績 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